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就发现一个共性 这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类型的独裁专制集权 他们通常都是通过高压管控和暴力的方式进行执政 一旦国家机器失控的情况下面 他们会通过更加的高压和更加的暴力来对待自己的民众 这一点在中共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国下 可以说这70年来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莫哥英战友最爱听不听的节目当中 就说了中共执政之后到底杀了多少中国人 这个数字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这可是比日本鬼子当年清华的二战时期杀的中国人 还要多的多的多 四倍到八倍啊战友们 包括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中共国的一些主流的喉舌媒体 还在宣扬14亿人死一半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莫哥英战友在18年就从王岐山那里听到的一个数据 而后在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 中共就开始鼓吹吹风这个观点 可见中共又一次要拿起他的大镰刀 开始屠杀他的百姓了 对这个还有怀疑的战友 看一看这一次武汉冠状病毒肆虐之下的中共国内的情况吧 现在病毒你以为已经控制住了吗 远远不是 我们通过再一次的解读 百度的迁徙度图会发现 各个地方的管控啊 参差不齐 非常的混乱 莫哥英战友说的好啊 事出反常 必有妖啊战友们 现在强烈的老百姓 还以为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接下来又可以大张旗鼓的赚钱过好日子的时候 大家看一看四川省和重庆的人口流动情况就知道 根本就没有管控 任凭人员流动 就意味着那些疑似已经患上病毒 然后没有任何症状的疑似病人到处跑来跑去 把病毒又散播到了更广阔 人口更密集的地区 再看一看贵州省的情况 莫哥英战友前脚刚说啊 这贵州省一定有问题 人口这么小的一个地区 为什么也不进进封城呢 为什么还要让老百姓随意流动呢 然后就爆出来贵州的贵阳市 一个最大的容量了45万人口的小区 现在被彻底封锁了 小区已经没有办法自由的进出了 可见情况和局势已经失控 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面 当地的官员才决定进行封杀 各种各样管控当中的奇葩事件 现在在全国各地是疯狂的上演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扪心自问 你还觉得中共的这把镰刀没有准备好吗 之前王岐山只是一直的在磨这把刀 现在刀已经磨得正亮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架在老百姓的头上 一刀下去 多么可悲啊战友们 中央集权的中共的政府 那个党 那个只是500个权贵家族所代表的党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做的和想的 就是再一次的屠杀一部分中国人 不管是一亿也好 五亿也好 七亿也好 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可是这是活生生的生命啊 中共啊 你有想过老百姓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吗 你没有想过 你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把你的百姓当成人过 七十年了 你一轮一轮的烟割韭菜 你一轮一轮的屠杀人民 难道人民也已经麻木了吗 难道一定要刀架在你的脖子上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哇塞 我要死了 该怎么办 我要反抗吗 然后 你就死了 而地方上的官员呢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一个乱自了得 中共体制内的官员 不是不作为 就是乱作为 在这么大的疫情面前 有着这么一群猪队友 整天奔波在第一线 既不戴口罩 也不会说话 数字完全都是作假 错误 提问 一问三不知 对于真实的情况 支支吾吾 说不出个所以然 就这样的官员 老百姓 能没有意见吗 是的 现在老百姓群起而攻之 中共就想把所有的矛盾焦点 都转移到地方的官员 和地方政府身上 但是 我们都明白 上梁不振 下梁歪 所有一些在基层发生的问题 都是因为中共这个大毒瘤之下 中共的体制和极权统治之下 所造成的 只要中共灭掉 中国人自然都会好的 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都在体制 非常赞同 穆归英战友和钢铁家战友提出的 要让中国不乱 没有选择 咱们必须得灭共 在爆料革命和郭文贵先生出现之前 小五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原来说 这样的一个 已经失去经营和治理国家能力的政党 是可以下台的 因为老百姓的手中 没有选择权 所以我们也忘记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选择 叫拒绝 再看看西方民主法制的国家 老百姓每隔四年 手上就会重获一次选票 老百姓来决定 到底是谁能够重新执政 为人民服务 是中共70年的统治 让我们忘记了 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叫基本人权的东西 原来我们是有选择权的 原来这个世界上 除了中国 有很多的民主国家 是可以投票的 原来钱是老百姓自己赚的 纳税人有权告诉政府该做什么 而不是政府决定 每一个纳税人该做什么 原来老百姓缴了税金 就应该获得福利 这是老百姓本来就应该获得的权利 原来有那么多的原来 真的是到现在 小五才慢慢的发现 而一旦发现了 那不行了 咱可不能掉头了 因为一个政党 你不具有执政能力 一个政权 你没有办法管理国家机器 那么你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下台 下台的方式 无非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主动下台 就像清朝政府 主动退位 还能保留一点基本的尊严 第二种就是暴力被推翻 这种情况 虽然我们都不希望看到 但是很有可能在2020年 真的中国会发生内乱 内战都说不好 这次武汉冠状病毒 让更多的老百姓觉醒 让大家都发现了 原来中共 已经完全丧失了 执政能力 一个不具有执政能力的政权 就应该下台 从上到下 全部下台 不要以为 你换掉几个地方政府 就能够平息名分 只有中共彻底换掉 让中国脱胎换骨 变成一个民主联邦制的法治社会 这才是老百姓真正会满意的 说到这儿 刚好联想到最新一期的 爱听不听的节目当中 陆国英战友给我们阐述了 什么是帝国 帝国制 什么是中共嘴上 经常洗脑用的帝国主义 原来所谓的帝国 就是奴隶制国家 说白了 现在的中共国 就是一个中共帝国 而帝国制 就指的是 中央集权大一统的 独裁专制的制度 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进行分级的管理而已 而帝国主义 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 通常都是通过推示力量 去获得对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的控制 以扩大自己国家对外国的统治 这每一桩每一件 说的都是中共自己 完全看不到美国的影子 而美国 它也不是帝国主义 它就是一个联邦制的 民主的一个系统和国家制度 什么美帝 亡我之心不死 讲到底 是中共亡中国人之心 从来没死 现在杀中国人的 搞中国人的 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 帝国制就是独裁专制的极权统治 看一看历史 我们就知道 帝国制度必亡 现在中共帝国 就是拦在所有人类前面的 一座大山 一个大坎 一个大魔鬼 只要破除了它 灭掉了它 整个人类 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人 就能继续的前行 打开一个新的纪元 有一句话说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在制度面前 小五觉得也是一样 我们的敌人 就是帝国制 而帝国制的敌人 也是它的对立面 是什么呢 那就是联邦制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 不用多想 联邦制的民主制度 是最适合我们的 总有战友来给我们留言 问 中共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中国人 对它有什么好处 中共为什么明明要杀死人 还要开放二胎 让大家继续繁衍后代 这些事情不都是矛盾的吗 有什么矛盾 你只要记住一点 中共所有的所作所为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为了 保住他的独裁集权的政权 保住权力 这样可以继续奴役中国人民 习近平 王岐山 为什么要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的是 他觉得奴役中国人 已经不够了 要奴役全世界 所以他要建立 六十多个国家 联合在一起的 世界第二级 目的就是 六十几个国家 一起携手 做独裁 专制集权的 帝国制国家 大家都成为帝国了 通过一带一路 管控那么多国家 然后就像 木闺云战友 在最新节目当中说的 聊生一遍 中共变成宗主国 其他的国家 就变成殖民地 或者是朝贡国 这样 中共就把自己 又变成了一个 超级巨大的大帝国 最后 小五还想跟大家讲一点 大家看一看 中共国内 现在的各行各业 还记得 木闺云战友 在刚刚结束的 爱听不听当中 举了一个 他在体制内 朋友说的那段话吗 中共 他是集了国家之力 把所有的资源 都用在了 那些央企 还有那些国企 以及现在在武汉 等各地建立的 各种各样的 生物实验室上 集合了整个国家的资源 最后的结果呢 效率低下 什么都搞不出来 这只是中国的 千百个行业的 一个缩影 现在国进而民退 各种各样 优秀的私营企业 资产 企业主 资源都被剥夺 全部变成了 中共的资产 进而都变成了 盗国贼的资产 下一步 如果中共继续执政的话 咱们且不说 它的执政能力 已经是复分 该滚粗的情况 大家想一想 经济会变得什么样子 一定是倒退 重走49年之后的局面 一代波真正会做生意的 有头脑 勤劳 肯干的伤人 会被剥削 甚至残害致死 百废戴新的状况 又一次会在中国上演 而这一次 随着中共的轰然倒塌 和彻底被灭 中国人将迎来最好的机会 和最好的时代 战友们 中共绝不等同于中国 中共绝不等同于中国人 中国和中国人的未来 要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自己谱写 而不能将我们的命运 交给中共 这就是今天的Frey Talks 咱们下期见